首先生成的标记线 生成完标记线之后 因为这些东西有的都被锁定了 我们要把解锁一下 解锁之后我们就可以复制了 复制好之后 换一个页尾把它粘贴 粘贴好之后 我们把它可以复制一份 如果弄两段的话就复制一份 弄三段的话就复制两份 这个意思 弄好之后 这边是管打印的 然后这边是管切割的 管切割怎么弄呢 就是先点一下 先生成轮廓 生成轮廓弄完之后 点一下切割设置 再点小猫 点切割就可以 先按menu键 找到这个界面 这个表示要切多少段 现在要切两段 然后注意 是按住这个键 同意修改参数 再上下键 按一下enter键 这个地方就变成2了 这边就切第一段了 这边就要切第一段了 接着切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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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个过程 有点赢想法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边就能切一切 就这么一个过程 就能切一项 再上下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